如何高效的练习基本功 也就是说我们用什么方法练习基本功能达到一个更好的练琴效果 只要下的功夫身铁柱早晚磨成针 既然选择这个乐器呢 就要拿出这种精神 一种非常坚持坚韧的精神 每天去练 坚持去练琴 一定会有收获的 这点呢就要说到 我在日常教学中会用到的 也就是说我们练琴的方式了 我自己的学生都非常了解 我会强调一个词语叫做 基本功的积累练习 大家都知道二胡很难 难在哪里呢 难在基本功的程度不同 举个例子来说 四级的水平拉赛码和十级的水平拉赛码能一样吗 肯定不是一个音响效果啊 所以基本功的积累练习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说是积累练习呢 有的同学会觉得我练这个乐器 我学了一段时间 但是我总是觉得自己拉的不好听 我就坚持不下去了 我不想练了 为什么拉的不好听啊 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基本功练得不够 或者是基本功的积累练习不够 说白了就是练的时间不够长 多长时间是长呢 只要下的功夫身铁柱早晚磨成针 那么我们怎么练习基本功才能达到一个较好的效果呢 我自己的学生的话也会非常了解 我经常说到的一个词叫做思考式练琴 这个思考式练琴是什么意思呢 就拿我们基本功来说啊 基本功我们都练什么要知道 首先第一个是右手的运功练习 这个是练习我们右手基本功的 所以在练习的时候很多同学是这么练的啊 老师让我练我就每天 我每天就跟拉大句一样 然后时间到了可以了 我就练到这里吧 反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练 也不知道多久才能见效 这种方法是不可取的 你在练这个的时候你就要去想 练这个是要解决什么问题 是不是得正确的持功 右手正确的持功方法 运功的时候从功头拉到功尾 慢长弓去练习 拉底弦的时候右手的食指中指 要轻推弓毛 让弓毛充分的贴紧琴弦 出弓方向回来都是一致的 这个方向也一定要掌握好 包括右臂的运功方法 肩膀大臂都如何去做 大臂带动小臂小臂带动手腕 手指轻推弓毛 弓毛贴紧琴弦 然后出弓方向是什么方向 走 公子一定要平 要拉长弓 这个方向要一致 所以这些都是要去思考的 而且在练习过程中 都是要去自测的一些 而不是说我随便拉完就完事了 然后外弦的时候 这个方向在什么方向 然后放松 手指就可以放松了 但是手指放松并不是说我松开 不是松开啊 就放松就可以了 外弦比较简单 也是需要你的功毛去贴紧琴弦 什么方法去贴紧琴弦 自己去思考 所有这些东西 你都要自己去在心里做到有数 去思考 然后在练习的过程中随时去自测 这就是思考是练琴 一开始听老师的 老师说每天你练20遍或者50遍 那就每天练 但是这个方法也自己要去想 好 第二个要练习的呢 就是我们的音阶 在练音阶的时候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啊 你要知道你练音阶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熟悉每个调 D调 G调 F调等等 以及每个手指之间的指去 是什么样子的 练到一把位 二把位 三把位 都可以根据你现在学的进度去练习 然后再一个呢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拉音阶的时候 心里要跟着唱 跟着唱 作为一个听音和试唱的积累 道软咪发桑拉西道 日积月累 唱一天 你听不出来 唱一百天 道软咪发桑拉西道 是不是听音上就会有很大的进步呢 所以这就是基本功能积累练习 然后练的时候呢 也要去动脑啊 我要解决什么问题 就是我的音准问题 指句去看 每个音的指句 然后按照正确的这个方法去下一指 之前我有说过啊 通过音程关系去找指句 也就是说 大度的音都分开 小二度挨起来 所以我们在练音阶的时候 就要去心里去想 每两个音之间的指句关系 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再去练习 外弦 同时你要加上你右手运弓的 弓子要拉扎实 这都是你去思考 去注意的一些问题 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心里跟着唱 知道你拉的这个音是什么 时间长了 对你这些D调 G调 以及F调 常用的这些调 就比较熟悉了 我们要进行一个积累 巩固练习 第三点 我们要练习的 就是如果你学了柔弦 那么就要加上柔弦的技巧练习 用D调 倒骚弦最简单这个调的 一把费就可以 但是一定要加四指 一二三四指都要加 也是漫长功练习 柔弦方法是否正确 发力点是否正确 音波是否是有规律的 是否出来这个音波 而且要揉满 感受自己的这些发力点 是否是正确的 每一遍的方法是否是对的 时间长了呢 你搭上手 就是一个正确的方法 不容易变形 这就是积累练习的重要性 还可以加入颤音 所以在颤的时候 也要注意 是否是均匀的呢 自己去检查 而且每个手指的灵活度 都要去练习 同样也是 用D调一把位加四指 去练习就可以了 以上我说的呢 我们都需要漫长功去练习 最后一点呢 就是我们的练习曲 当然我说的这些 是因人而异的啊 你学到哪一些地方了 比如说我学柔弦了 但是我颤音没学 那我就可以加柔弦 先不加颤音 等学完之后呢 我再去慢慢的去加 快功练习也是一样的啊 我学了16分音符了 学了快功了 每天就要加入练习了 可以加入一些比较简单的 一些只有一把位的 快功练习就可以 选择两到三首曲子 可以先把它练熟了之后呢 慢慢的去加快 加快的同时也要去思考 右手公子 左手是否配合好 举个例子啊 练熟了之后呢 我们可以加快 然后可以再加快 练熟了再加快 在这个基础上 你能加于这个速度 你就再加快一点 能加于就再加快一点 这样去练习 最后呢 能达到一个 能达到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 一定要去加手脸上 一定要去加手腕了 时间长了 我们练什么 手指的灵活度 左右手的配合 好 总结一下 我们在练习基本功的时候 我们都要去思考 练习这一项 是要有什么目的 是要解决什么问题 带着这些问题 去练琴 才会达到一个高效的 基本功继续练习 你学会了吗